廣東的偉人 是種族皆知 廣東的偉人 廣東的飲食是天下文明 廣東的公公皇帝更是多到數不清 世界的一定 首度踏上中國大陸廣東 卻在市場上巧運摔角天王 巨石強盛 巨無霸賴尿蝦 好大喔 這個是 巨石強盛 哇好大好大喔 這裡是黃金天堂 因為他們靠賴尿蝦發大財 年賺千萬 老闆怎樣 這是最好的東西 這裡面是我們最好吃的東西喔 可以開嗎 老闆 你幹什麼啊你 最好的東西這麼棒的 好不怕不怕 天上背的地上爬的廣東人無阻不齒 是連外星蟲也不放過 各位觀眾 好可怕 好外星蟲啊 可不可以先來 來做一下吃飯 吃 先吸一下裡面的肉汁 哈哈哈哈 究竟是什麼樣的異性生物入侵廣東 讓我是尖叫連連 但是為何廣東人又愛不釋手 要吸他個素素給我呢 想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外星蟲嗎 想讓世界領領 勇闖被異性入侵的廣東吧 世界領領 大陸廣東 可說是家喻不曉 知名度最高的省份 從前的更當也叫混 到現在的婆宰 名叫黃飛鴻 還有林小龍 哇塞 永春夜魂 我要一個打十個 都都是VV廣東 而今年呢 大陸經濟飛快的成長 高樓領利 各式各樣的建築呢 藉由名藝術家設計 像這號稱為小蠻椒的高塔 就是全世界最高的電材 不過 這一次我們不是要找什麼怪界注入 而是要從外星蟲 據說呢 牠會釋放不必殺死對手 這麼樣痛苦的生物 卻要從牠的蛋找起 還真是習慣 說到這個蛋 不管是鴨蛋 雞蛋 鵝蛋 蛇蛋 混蛋 不管什麼蛋 在我們節目裡面呢 出現非常非常多的蛋 但這次來到廣東地區 我們找到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各位觀眾朋友 接下來的畫面 我下 兩大票 鵝蛋 噔噔 啊哈 這什麼東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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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說 這個 這個是一種蛋 都不是長在樹上 而且牠還是憋的蛋 憋啊 憋怎麼會長蛋 長在樹上呢 而且牠呼籲成形之後呢 一出來之後 牠有兩個 兩個牙齒在前面 牠的牙齒呢 攻擊到你之後 好比說有那種 旁邊有那種異類啊 或是別的昆蟲 或是什麼東西 要去吃牠的時候 牠為了防護自己的時候 牠要幹嘛呢 牠去咬你一下之後呢 釋放毒液 讓你體內的組織 被牠的毒液所分解 再把你慢慢吃掉 多可怕 外星人來的 外星人啊 泥光 底下的外星蛋 外星蛋 憋蛋 什麼 這長得像水果 又像西瓜的玩意兒 竟然是憋蛋來的啊 印象中憋蛋不是白色 而且孤化在沙土裡嗎 怎麼到了廣東 就給牠黏在樹上咧 根據當地人的表示 怪憋長大之後呢 會像唐王一樣 有鐮刀狀的前爪 在抓到獵物之後呢 會將獨立注入底內 在狠狠西瓜獵物的肉亭 蛤 西瓜獵物的肉亭 是什麼怪鱉啊 而在尋找 匈猛的西學怪鱉同時 我打聽到廣東有位 夜問級的導遊超哥 透過他的協助 或許可以找到 我們的終極目標 不過他跟我約的地點 怎麼會在你 周周的海邊呢 哎呀 怎麼天氣那麼冷啊 這超哥去哪裡了 哎呀 你在這裡啊 哎呀 冷到我都沒有看到你啊 你帶我來這裡幹什麼啊 我們來這裡 風塘水桶的地方 來做做運動 運動 做什麼運動 這樣子 運動 平成那個 一夜勤 一夜勤 我跟你一夜勤 當然 不好吧 除了一夜勤之外呢 我們再來一個生死戀 生死戀 生死戀 嗯 好害羞 但是還滿甜蜜的啦 好久沒有談戀愛了 所以說這個東西呢 是需要發揮想像力 想像力 對 你看我們這裡什麼東西最多 你最多 你最多 所以的舞標跟雨一夜勤 沒有 不是啦 到底怎麼樣啦 你現在到底 夜勤你在哪裡夜勤 在哪裡生死戀 在餐廳 餐廳 餐廳 啊 哈哈 夜勤 生死戀 欸 我是超哥啊 我跟你一點也不熟耶 這麼一碰面 就跟人家搞一夜勤咧 竟然還要來個生死戀 該不會你們 都出個屁號吧 哈哈 賣啦 大白天的外勤咧啦 而且這裡風大浪大啊 要是要爭要搞一夜勤 是要上哪搞啊 啊 啊 曹哥 這這 這裡是哪裡啊 你帶我來這裡又要吃進去 又要吃進去幹嘛呢你 剛剛不是說了嗎 一夜勤玩生死戀啊 一夜勤在這裡 好 在你後面 在後面 yes 後面有什麼地方啊 廚房啊 廚房 哇 原來會換場地啊 必須的啊 廚師的裝扮 小仆人的裝扮 有這流理台對不對 然後有 微波爐 冰箱 你們好奇怪 沒有 你差好奇怪的 這是什麼 有一天真的一夜勤 是啊 還有手指鏈呢 在裡面 對 我進去看 yes 一夜勤 這真是把我給搞糊塗啦 搞一夜勤 竟然在油膩膩的廚房裡 而且放眼望去 並沒有年輕的辣妹 只有一位肥樓廚師 是純心要整我吧 不過超哥說 沒錯 就是要跟他搞 一夜勤和生事變 因為 他會給你非常甜的好滋味 師傅 一夜勤 欸 要什麼啊 欸 師傅 放下圖刀啊 你把他幫他講 他幫他講 師傅 不是 不是我跟你要一夜勤嗎 兩個大人怎麼搞一夜勤啊 你說的也是 而且你也要喝 那師傅 那一夜勤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一夜勤是一個菜 一種魚的名稱 一個魚的名稱 對 是一道菜啊 是喔 這什麼魚 這是紅山魚 紅山魚 對 這是整個我們料理 料理 然後就變成了一夜勤 一夜勤 所以一夜勤是一種料理的方式 對 喔 那師傅什麼是生死戀呢 生死戀就是像這樣 這也是一種魚 這是一種綠魚 綠魚 綠魚它是鮮的 是活的 一條活的魚 對 再跟一條 我們料理的一夜勤 配搭 這樣子叫做生死戀 喔 原來是這個樣子啊 對 謝謝你大哥 還好不用跟你一夜勤 誰要跟你一夜勤 你出去先吧 好吧 他有沒有把這個一夜勤 生死戀 剛好再送這個魚 好 好咧家債 幸好不是跟他搞一夜勤 不然真的會搞出人命啊 大哥說 生死戀是有典故的 據說有一次 漁民煮活魚時 發現沒有鹽了 於是突發奇想呢 把醃好鹽巴的死魚 放進鍋裡 與活魚一起蒸煮 想不到 鹹魚蒸活魚的滋味 是妙不可言 而至於一夜勤又是什麼呢 他說 吃完生死戀之後 再告訴你吧 猴子哥 來來猴子哥 這個 快點啦猴子哥 我幫你行銷你耶 猴子哥 好啦好啦 韜哥 這個為什麼叫生死戀 首先我們先看菜色吧 對 現在這是一條 也是一夜勤的鹹魚 一夜勤的鹹魚 有一條新鮮的駝魚 發配在一起 難怪剛才師傅有講說 一個是 活的新鮮的魚 一個是已經死過的魚 來來我們先吃 先吃一下 真的好吃耶 很棒耶 而且它兩個味道 這兩條魚呢 放在一起呢 有吃到不同的口感 雖然是膨在一盤裡面蒸 這個魚因為經過醃過的時候 它的肉比較結實 對不起 它的肉比較結實 整個是聚集在一起的 那旁邊這一尾呢 來吃吃看 沾一點這個油汁最好 然後最好是加一點薑 然後配它魚皮 哇好棒喔 這個就好像滑溜 那先講你 那先講你一夜勤的行業好了 好 哇 其實就說這條魚是一夜勤的 好不好 你跟這個魚一夜勤 沒有啦 沒有啦 這樣的啦 為什麼叫一夜勤呢 在近來捕魚的漁民嘛 它在漁民上在海上 它在捕魚的時候 要保持這個魚的苦難 對 然後就會在一個大毯子裡面 煙魚 把魚放在潭裡面 然後撒上海裡 喔 算是一種醃製品 那為什麼叫一夜勤呢 它是 潭子 那本地發音呢 那個潭子的發音 琴的發音 跟我們文化發音的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那怎麼寫呢 你看 提土旁一個沉 提土旁一個沉 就是 沉縣的沉 喔 沉縣的沉 嗨 就一夜勤 鹽 來來來吃吃看 這個魚呢 是經過先醃製的喔 怎麼樣 好吃 吃什麼 有一股特別的香味 它這有海鹽醃的 所以呢 它那個鹽的味道呢 不會像這種死鹹 我覺得還不錯耶 好好吃耶 原來一夜勤的原名 叫做一夜城 也是一種料理的作法 因為早年漁民怕捕到的魚變質 於是用一種叫做 沉的器皿保鮮 等到魚用沉的鹽 醃了一個晚上之後呢 再取出來食用 因此呢 稱此料理為一夜城 而沉的廣東發音呢 就跟情字同音的 所以呢 也被當地人開玩笑 稱它為一夜情 而在品嘗完一夜情之後 超哥建議我們繽紛兩路 尋找異形怪別的下落 因為現在正值寒冬 怪別可能不見蹤影 既然這樣 我們第一層小組呢 就先前往華南最大的水產市場 說不定可以探聽到 怪別的蛛絲馬跡喔 好 現在是星星大早 我們來到廣州最大的水產市場 黃沙水產市場了 這邊呢 現在到處都是這個 上貨出貨的人啊 但我看到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街 我看到 上面寫蝎子街 因為呢 這次我要來找這個 這個裡頭很奇怪的生物 這個鳥 它叫鳥 很奇怪的生物 聽說它有兩個爪 那我在想說 這個水產市場裡面 應該還有別的 就有什麼山中野味啊 或是一些 很特殊的一些生物 搞不好 在這個市場裡面 可以找得到 那我們現在就跟 帶各位觀眾朋友 一起到 搞不好 整個廣州的食材取得呢 幾乎來自於 黃沙水產市場 來自國內外 最頂級的海鮮 都集中在此 去瞭解 黃沙水產市場的 年交易量 超過二十萬噸 交易額呢 甚至高達 七十二億的民幣 既然這樣 我們就先從 蝎子街的商家 打聽起 怪癖的下落吧 真的很多蝎子耶 老闆老闆 老闆 這是蝎子王 你看到沒有 蝎子王 這是老闆的 這個是蝎子王 老闆 那小蝎子你們用來 是當藥材嗎 當藥材 我可不可以抓牠 包牠給你 中有包毒 就尾巴就不太好 抓尾巴 那裡有 這樣抓牠呢 不會很害 這樣子 這個小蝎子 我在韓國的時候有吃過 牠是用來做中藥的 做藥材的 然後把它烤單球 很臭喔 聽說對人體非常好 你知道對人體好在哪裡 自來自腫瘤的嗎 自來自腫瘤的 自來自腫瘤的 他從哪裡來的 有農民 有人去抓給你的 山東山西那邊都有嗎 山東山西運來廣州耶 很遠耶 所以這都是藥材行來給你買的 還是一般的人 到九龍包湯也行 九龍包湯 有蝎子湯 牛打也能吃 哇哦 放著放去都是密密麻麻 剛鋪出的蝎子 少說也有上千隻 老闆說 廣東人什麼都吃 不管是天上飛的地上卡的 有毒的沒毒的 通通蹲下肚 而且呢吃蝎子可以治療癲肩 偏頭痛過傷風 甚至於對於心腦血管疾病 有一定的療效 沒想到這沙漠毒王 竟然也救人一命啊 在旁邊的臉盆裡面呢 還有更大的黑色毒蝎 該不會他們也照吃不悟吧 等一下那個那個 你趕快抓 真的嗎 你也抓 蝎子王 不怕啦 不怕啦 蝎子王 這個越南那邊 跟泰國那邊 對 啊這個蝎子用來幹嘛 你是吃的嗎 煲湯啊 它的肉好不好吃 烤來吃 燒烤來吃 燒烤吃 我問你一個問題 問你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見過這個 好奇了吧 好奇了吧 有沒有 答對你有講嗎 答對的有我的傾向 有 有 你們都沒有看過這個 有 安君那不是安君那 不是安君那 不是安君那 變色龍 變色龍 沒想到這張怪憋蛋的照片 竟考島賣二十幾年怪神的大哥 他們一股腦的瞎猜亂猜 什麼變色龍蛋 水蛇蛋 狗蛋 一些鬼扯蛋的答案 通通出籠 不過出點習慣 這吸血怪憋 真的那麼難找嗎 大哥說 不妨到前面的海鮮攤位 來問問看吧 哇這裡的海鮮種類 果然是很豐富 很齊全喔 有沒有 哇 巨無霸賴尿蝦 好大喔 小帥哥 你這賴尿蝦整個都哪裡來的啊 這個 從泰國那邊空運過來的 泰國那邊空運來的 這個是賴尿蝦竊裡面的巨石牆身 真的很大 我好想抓喔 為什麼它會殘耶 就是呢 你看 這才會受傷對不對 這個賴尿蝦身上都是刺啊 吃過賴尿蝦的觀眾朋友都知道 它那個刺剝起來就會髒到手 所以呢 其實不要太去留它 再來的話呢 手被刺到的 你們忍心嗎 你們不忍心過手被刺到的 不然你幫我抓 可以啊 真的嗎 哇好大好大 好大好大 哪一彈就你 對很大喔 好大喔 很小心啊 他前面 哎呦 前面有兩個那個螳螂手 很可怕很可怕很可怕 這樣子一斤大概多少錢 大概170 170 一斤大概幾隻 有沒有三隻 有 兩隻 兩隻 兩隻170 兩隻170 我們是台灣來的店 170你知道是台幣多少錢嗎 大概會一千 九百塊左右 比不比啊 超貴的 有沒有搞醜 這根本就是巨乎爸 賴尿蝦嘛 怎麼會長得這麼大尾呢 而且數量多到一個爆炸 小哥豪氣的告訴我 就光他們一家店 一天可以進段 一萬七千塊人民幣 相當於七萬多台幣 我的天啊 這裡根本就是 發財的黃金天堂嘛 不過小哥究竟 還是沒有賣西斜怪鱉 這樣吧 直接往賣鱉的商家去 一定得問個水落石出喔 有鱉耶 還有烏龜在這邊 老闆娘你好 你好 老闆娘 我想請問一下 你這裡就是賣那個 烏龜跟鱉是不是 對 這是什麼烏龜啊 借我看一下 這個叫巴西龜 巴西龜 這是我小時候在家裡邊養的耶 對 這是小小的可以長到那麼大喔 對 它大概有一年時間 就可以長那麼大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是你們是 用來煮來煲湯嗎 一般都是把它煲湯的 煲湯來吃 欸欸欸 有鱉跑出來 跑出來 等一下 把它拿出來 給我看一下 這什麼鱉 這個叫珍珠鱉 這叫珍珠鱉 對 為什麼叫珍珠鱉 我可以這樣抓嗎 可以 不怕的 這個東西不咬人的 真的啊 它不像假魚 對 假魚會咬人 因為聽說假魚咬人之後 要打雷才會放什麼 不會 你放在水裡 它就自己不咬了 你有沒有被咬過 有 真的啊 我們經常被它咬的 真的喔 你說它最下面這一部分 就不怕了 它很軟的耶 這是軟的耶 這個叫裙鱉 一般是假魚 這個裙鱉是最好吃的 這一塊 這一塊是最好吃的 這裡是殼 對 這裡是殼 這裡是裙鱉 這一塊是最好吃的 了解 這個應該也是藥膳來燉 對 藥膳來燉 對不對 那假魚吃的話 一般可以吃鹰的 養鹽的 養鹽美容 那有沒有對男人比較好的 應該都可以吧 對不對 因為以前蠱形嘛 你看那個鱉頭高伸多長 好 那這個也是珍珠鱉 對囉 它這個比較像珍珠 我這樣拿可以嗎 可以 不怕 這個東西它不會咬你 可是它的手好像有刺 它不是有刺 是有爪子 對 有爪子 已經抓到我了 對 這樣子拿 好 你看 一般這個鱉的 養在水域裡 它全邊就變硬了 對 然後你看它 對 它的背部 比較有珍珠的感覺 是不是因為背部的這個珍珠 所以取笑珍珠鱉 也有這個來源 老闆娘說 因為憋肉含有豐富的DHA 蛋白質維生素 憋殼的裙邊呢 也有豐富的膠質 可以養顏美容 滋陰補肺 益腎等多功效 也由於憋肉呢 味道鮮美 營養豐富 滋補力強 所以呢 被列為男士們最愛的 強精補品 不僅呢 這憋肉品質好得沒話說 突然出現了 瑪麗兄弟電玩大魔王 也讓我嚇了一大跳 這個厲害啊 這個好像是我在之前 在泰國的時候 前一次去的時候 泰國有抓到這個很大一隻的 那個他咬得非常可怕 這是瑪麗兄弟裡面的大魔王 好可怕的烏龜 整個咬斷 他會把樹根 樹根 樹枝咬斷 你看 他把樹根給咬斷了 這個叫惡以為 對啊 對啊 對 就是這個 這個咬人很厲害 曾經我就試過 我穿一段水鞋 他就吵到我水鞋旁邊 他咬人 就咬到我的水鞋 咬到我的腳 結果呢 結果 結果就等他咬到 他放好之後才可以了 沒有 你看他的嘴巴 好可怕喔 這種鞭 你不要惹他喔 他會發出聲音喔 他會這樣 的聲音喔 而且他整個 他身體 他都會背部隆起 都會拱起來耶 都會拱著身體耶 他拱起來身體這樣 像那個貓一樣 他整個背部隆起之後 然後這樣咬咬咬 真的像怪物一樣 對 這個殼是一般不出來的煲湯 燜或者打火鍋 OK 哇 上次我在泰國被他嚇到了 這一次 可把你給抓起來啦 原來廣東人不僅愛吃憋 連可以吞掉水牛的餓龜呢 也保留下肚 老闆娘說 廣東人一年吃掉烏龜 和憋的數量 估計有千萬隻 也因為呢吃得太多 數量正在減少中 所以呢 現在大部分看到的都是進口貨 價格也是居高不下 我有一次要請教妳 因為妳既然是 算是這個水產界 妳在做這個憋的生意啊 對 也做了十年了 應該算是個憋後 這個不算 對 這個也是憋 對 我打聽了很久 他說叫 這是一種奇怪的生物 但是叫什麼憋我不知道 妳有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這個叫桂花蠶 也叫甜憋 是俗稱 桂花蠶啊 對 妳是說我們一般說 只有秋蠶那種昆蟲嗎 對 真的啊 這不是那種憋啊 這現在還是大嗎 對啊 妳別看它小的時候 好像長得很可愛 等它長大了就順便了 真的啊 你在南美刀啊 在南美刀 長大之後可以吃食人魚 到南美之後 它可以吃食人魚嗎 對啊 現在我至少又有個現訊 它原來不是憋 它是蠶 是桂花蠶啊 對 OK OK 謝謝老闆娘 那再最後我們來玩個 烏龜烏龜翹好不好 對 烏龜烏龜翹 第一隻的雜角 好 再給妳一次機會 換妳 烏龜烏龜翹 什麼 老闆娘 歡迎顏色 這樣比數一比一 再一次 再一次 什麼 搞了個老半天 原來這憋蛋竟然是蠶的軟 可是甜憋居然是 桂花蠶的學名 不過呢 此蠶非彼蠶 它專施魚 蝦 顏螺的洗衣為生 而且個性兇猛 在南梅洲的桂花蠶 還會一口吃掉食人魚 由於它的利嘴還有劇毒 人類若被它襲擊 會有中毒的可能 這麼危險的生物 竟然大規模地入侵廣東 威脅人類的性命 接下來 我們搜索行動 要更加小心了 小王子 等一下 怎麼樣 那好不好的消息 幹嘛 都死了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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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找的東西都沒了 我找什麼 你說那個什麼財品 沒有啊 對啊 蛤 那怎麼辦 是因為我們要花多點錢買嗎 還是誰啊 不是啊 它現在東邊還難找不到啊 要找到就是那種 洞 那怎麼辦 蛤 不行啊 我要活的啦 因為他們要去找那個 那個飾花產店 那個東邊那個地方 然後去挖 挖出來 挖出來之後 你怎麼會這樣 挖了 微波咧 不是 不是 我是意思說 你找一些 不是 你找一些 那附近有沒有哪個城市 有沒有 不一定是在這裡的 你想辦法 不行 因為你自己答應我就找得到 這個東西呢 整個 一個喊流過來 整個南方都 那麼冷 不行啊 不行啊 我還是要盡量 盡量是要活的啊 有沒有別的附近有沒有什麼城市 海邊 不是只有廣東人是吧 你還在想嗎 這個球腿 要發動一個 重心 重心 你講好可怕喔 真的假的 你要發動什麼東西 你去 真肉搜索 搜索 是一個好方法 人肉搜索 可是你有多少人肉可以搜索 沒有QQFM 這樣子看 真的喔 要不然的話你就把你的朋友 全部都挖下來 你跟他們講說 重賞之下必有永福 好不好 如果說真沒有的話 有人願意半成 海花纏 我也跟你接受 你快點去找啦 你不用跟我講那麼多 我沒辦法拍啦 我沒辦法拍啦 Oh my God 疫情殘憋竟然冷到躲起來啦 原來今天來氣候異常 連大陸南方也受到 強烈冷氣團的籠罩 使整個生態大錯亂 我們會因為這樣 找不到吸血殘憋嗎 曹哥說 放心 大陸這地方呢 什麼不多人最多 他一定會透過 層層的關係 幫我們抓到他的下落 只是 我眉頭不僅皺了一下 懷疑這套任務 是否又會撲空呢 唉 算了算了算了 我也別想太多啦 反正 既然來到什麼都吃 去吃出SARS病毒的廣東 那我就來好好調查 當時這世紀病毒SARS 是怎麼樣發生的呢 地球這一年 因為暖化的關係 造成全世界各地的天災燃火 幾番說有海嘯 有地震有土石流 甚至於全幾年當中 出現一個世紀病毒 SARS 當時SARS出來的時候呢 造成全世界的人心惶惶 甚至於有些人逐步出土 而在當時的時候呢 許多人也因為這個病菌 而導致死亡 我們現在來的地方 就是傳說中 在內地SARS的芭蕾 當時 在這邊 是一個美食聖地 所有的人 全部都會留到這邊來 吃吃喝喝 因為廣東是一個 非常好吃的地方 不過 經過SARS之後 百夜蕭蕭 現在你看看 全部的商家出來拉客 單純門口螺旋 沒有一個顧客願意上門 這是世界第一個人的 非常抱著挑戰的心態 事隔多年 我們前來 當時飛點專門的地點 廣東所在的這個地方 來看看到底 什麼是SARS的神秘面色 沒錯 小馬我現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世界病毒SARS的發源地 廣東順德 當時呢 在這裡處處可見 販賣野生動物的攤販 貓 狗 蛇 鹿 果子裡 甚至於老鼠 通通都賣 由於動物在市場裡 現宅現宅 使得這裡成為 傳播病毒的最佳溫床 廣東人也因此染病上升 不僅SARS 造成全世界的 狂禽大蕭條 更造成許多 家破人亡的慘劇啊 老闆肚子餓了吧 星期七八 你吃一下飯了 吃飯 對 對 對不起 等一下等一下 我知道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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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飯 你不用這樣拉 我知道要吃飯 老闆你等一下 你是開餐廳的是不是 哪裡 我的天啊 老闆你冷靜一點 你冷靜一點 我知道 但是拉肚子餓 老闆你不要這樣子 老闆 不要 老闆 才剛開完場沒多久 就被野味老闆連拉帶扯的 拖進餐廳用餐 而他堅持不透露 賣的是什麼樣的油味 我的媽呀 會不會吃出病來啊 你們突然就被拉進來一個地方啊 這裡雖然是一個 老闆怎麼樣 其實我們最好的東西 這是最好的東西 對 這裡面是我們最好吃的東西喔 對 可以開嗎 可以 這是什麼東西 哇 哇 老闆 你幹什麼啊你 很厲害 最好的東西 這麼棒的 這是蛇啊 不怕 不怕 這是我們最出名的東西 老闆你太可怕了吧 不怕 你怎麼這樣子 你再跟我開玩笑吧 不是 不是 我們最出名的東西來的 這是水蛇 什麼蛇 水蛇 水蛇 對 你們這裡在吃水蛇的喔 對呀 真的啊 我看一下 你真慘 我心裡都被你嚇出來了 快點 水蛇 你可不可以 他在動 他在動 你可不可以抓一個鞋 他會不會咬人啊 不會 不會嗎 他真的在睡覺耶 我的媽呀 這水蛇啊 蛇我當然通過好多了 但是我剛剛第一次好像開那個 什麼恐怖箱一樣 嚇死我了 一打開之後全部都是蛇 老闆你太可怕了吧 所以你們這條鞋 都在吃這個東西啊 對 這一堂鞋都心情結束了 好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今天既然呢 這個荔蟲這個一些 悲點傳出來的地方 不然呢 我們來吃吃看 好的 天啊 老闆怎麼二話不說 就直接把一鍋的水蛇 放到我面前來啦 原來這裡是順德有名的水蛇街 他說來到這裡要是蹦爪 沒有要是燒賣也沒有 通通只有水蛇 而且老闆說 SARS最後調查出來的病原 其實是吃果子力來的 可別冤枉這一鍋可愛的小水蛇啊 而他標榜的顧客自行挑蛇 現點現出也是水蛇街的特色之一 好大哥 這一桶一洞裡面都是水喔 對 你看喔 首先你看他這個蓋子 他這個全都很大洞 畢竟他裡面是活的蛇 要給他一點空氣 哇 整桶的 整桶的水蛇 大哥你不要開玩笑了啦 他會咬人啊你 大哥你太猛了吧 他為什麼不會咬人呢 你看他現在在冬爺的狀態 現在在冬爺 真的啊 不太咬人 我看他在冬爺 我還是會怕耶 你突然間這樣把蛇貓講 我還是會怕 你可不可以再撈一次 我剛剛覺得你好大膽 你確定這個水蛇不會咬人嗎 不太咬人 真的嗎 他不太咬人 真的不會咬人嗎 你也可以試一下 我 我 拚了 好不好 老闆我不太敢耶 你先跟我講 可以一點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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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的兩隻手比較 我不知道怎麼藏 不知道從哪裡下手 你知道 你要不要看一下在槓裡面 還沒有什麼 還沒有什麼 你怎麼長開嘴巴 你跟我講他不會咬人 不然你抓那隻 不然你抓那隻 好 好氣 對 小馬國走遍世界各地四十幾個國家 看過無數的蛇 就是沒有看過一整個水桶的水蛇 裡面呢近上百條不說 還一直是看頭出來 張牙烈嘴的跟你說Hello 老闆要我們伸手下去 跟這些可愛的小兄弟 做近距離的接觸 但是我卻生怕被他們來個蛇吻 雖然水蛇很性不強 但是只要給他們咬上一小口 可是會痛得要你命啊 我好害怕喔 因為這樣這麼多水桶 沒有這樣抓過啦 就這樣撈 對 如果被咬怎麼辦 咬都沒問題了 什麼沒問題 不是咬我嗎 哇 你看我都不咬耶 我真的不知道從哪裡開始抓 好 他又投胎起來了啦 我真的會怕啦 好不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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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我省下去了 慢慢 慢慢 不 快點到 然後我現在呢 比起我最大的勇氣 我已經伸入蛇窩 然後將我的手呢 浸泡在蛇裡面 各位觀眾 有一點掌聲 講不好 各位觀眾 為了你們 世界第一頭 將呢 再度的禍出去 我們將蛇呢 慢慢的離開這個桶子 給大家看一下 什麼地方可愛動物 這位大哥 心裡告訴我一下 這蛇如果不在冬眠的狀態 牠會不會咬人 牠不在冬眠的時候 感覺會不太咬人的啊 那牠咬人的話會怎麼樣 會咬人呢 就是 流血啊 有一點痛啊 但是沒有毒 沒有毒 但牠咬下去會不會很痛 牙齒在手裡的時候 就是很痛啊 牙齒在手裡 對 你的意思是說 這個蛇咬下去 牠牙齒會跟我的肉連在一起 對對對 然後我會喜歡噴的 好 你跟著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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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不懂你現在還跟我講 我說大哥啊 這些不是蚯蚓啊 可都是活生生的水蛇啊 老闆說別怕 順哥的招牌美食呢 就是水蛇粥 不僅吃蛇肉可以去公司 更適合冬天進步食用 而且從老人到小孩 或是腸胃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至於吃法呢 一般大蛇就做成椒鹽 小蛇則拿來煮粥吃 另外還有清蒸 白燒 鹽酥 火鍋等等做法 可說是一蛇多吃啊 他邊料理我邊欣賞老闆的廚房環境 還真的是乾淨的沒話說 畢竟也相對減少SARS 再次發揮的可能性 這邊有一個特產就是粥 水蛇的粥 裡面還有那個蛇蛋耶 對 這個蛇蛋 這個都可以吃嗎 可以吃 這個營養 這個蛋白質很高 蛋白質很高 我先吃一下西蛋 味道 不錯 很鮮美 其實是西蛋 然後這個蛇蛋 這個蛇蛋 你說蛋白質很高 對 糖米飯 嗯 他一顆咬下來之後 裡面就是有那種小的蛋黃的蛋 裡面的勾感就是酥酥的 你知道水蛇那個中文 真的是還不錯 接下來這個是鹽酥蛇 這是炸的 對 這個椒鹽 其實不錯耶蛇肉 這樣吃起來蛇肉蠻好吃的耶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 你這樣炸起來的話 有點就是像我們的台南鹽酥雞 吃起來蠻香的 應該有蒜頭來爆香 因為這個水蛇可以去這個公司 可以可以 你兩者的身體的 這個抗比高一點 高一點 抗比高一點 反而可以抗一些這個 莫名的這些 外來青來青的細菌 老闆說 自從大陸發現廣東人吃野味 是傳播SARS的主要原因之後 下令關閉廣東所有的野味市場 連他賣的水蛇呢 也遭吃魚之秧 生意大受影響 不過經過研究後 發現國子力才是SARS的代言者 他的水蛇餐廳呢 才逐漸恢復好轉 而且他強調 吃水蛇還可以強身健體 好處多多啦 什麼 陳 陳 找到了 終於黃天不復苦心人 好 好 真是很辛苦我了 好不好 慘 在裡面 我來看看他的屠山正面 我沒看 等一下 有點緊張 哇 很大隻耶 好可怕喔 我的媽呀 很大隻嗎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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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我們開一點小口 等一下我叫東過來 開一點點小口 來 你來照一下 各位朋友 觀眾朋友 一秒鐘 秒殺的時間 讓你們看看這個叫什麼餐 鬼 花 餐 注意啦 各位觀眾 開一秒喔 一二三 哎呀 攝影師動作太慢了 好可怕 我的媽呀 真的耶 這會視覺上面就會覺得有點嚇到 你可不可以伸手幫我下去抓 因為既然是你已經拿來了 什麼噁心 好噁心 你不知道嗎 我也覺得衝給我怕 好大一個女人 啊 這個怕好快心蟲啊 你不會弄我花腸 他哪裡像什麼對發的呢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因為呢 他會發出一些淡淡的味道 清香味 嗯 有很像會滑的味道 他現在是哪天會聞到的 好 舉第二個原因 正好是三四月份 在南方出現 桂花開的時候他就出現了 再加上那條淡淡的桂花香 有種桂花蟬 原來每年的三四月份 是桂花開的時候 因為怪蟬的身體呢 有香腺可以釋放香味 加上外型有點像蟬 故俗稱為桂花蟬 雖然形狀很像蟬 但並不屬於蟬類 不過 他跟大部分的昆蟲一樣 含有豐富的蛋白質 曹哥說 吃桂花蟬可以補盛 改善小兒飲尿 更有壯陽的效果 至於怎麼樣料理 疫情蟬呢 椒鹽和油爆 是最正宗的吃法啦 你現在這個 玩了什麼做法 這個是什麼做法 這是椒鹽 椒鹽 那怎麼吃呢 我不知道怎麼下手 這個吃法就很講究了 OK 你想怎麼吃 可以啊 你們吃的地方都吃 這是最直接吧 直接看 來吧 好啦 既然操隊一定吃的好不好 我們就吃了它 哇 聽你這樣咬 咬起來那個聲音很過癮 我為什麼又要來吃蟲 我這樣叫不到女朋友啦 每個人都看到我 就吃蟲都很害怕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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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嗎 你這樣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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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能有蛋呢 我不知道 我今天只有一個一個 蹦蹦蹦蹦蹦蹦 跑出來 我的媽媽 想知道桂花殘的卵 長什麼樣子嗎 請看 這什麼搞笑的毒片啊 桂花殘在水中交配之後呢 補蟲就會在公蟲背上 產下一百多顆的卵 而蟲爸爸每天還會把水 也均勻地塗抹在卵上 以保持卵的潮濕等到固化 欸 我現在好像知道 正在帶卵的公蟲 上百顆的卵 在我嘴巴裡面 嗶嗶啵啵啵啵的爆開 很燒噁心的啦 剛剛這個是我覺得有點帶微辣 膠鹽 膠鹽的 那這個呢 也油爆 油爆 對 這個吃法就滿麻煩的 欸 你吃這個這個這個 展翅高飛耶 一樣的 這個給你 我吃 那這個這個吃法呢 就講究 隨便把翅膀弄掉 輕一點啊 這個要慢一點 不過這個腳就是油 不能太急 輕輕的 特別在處理頭部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 處理頭部的時候 欸 因為 他這樣那個 不注意很好 欸裡面是有一點 那種半空心的狀態 你知道嗎 因為他那個 他那個殼呢 裡面就等於說 他真正的肉啊 不能多 先吸一下裡面的肉汁 吸蟲水 對不對 不是骨髓 對啊 先吸一下 你吸了沒有 我吸了 我這樣 這樣子嗎 吸一下 趁著肉汁還在口裡的時候 趁著肉汁還在口裡 我覺得真的還不賴耶 因為這是廣東這一代呢 相當厲害的一個美食 叫桂花柴 名字都非常有詩意 聞起來呢 有點桂花香 吃起來呢 口感上面呢 也蠻獨特的 為什麼呢 口裡爆蛋的感覺 你們吃過嗎 吃過嗎 好沒有 這是真的辛苦你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怎麼早吃飽啊 這麼快 可別小看這吸血餐的噁心賣相 它可是東南亞熟區一隻的高貴美食 不僅呢 泰國的國宴少不了它 而且越南人喜歡收集 熊蠶分泌的精油來體味 但是蠶油所費不支 售價呢 一定要一美元 黃天不復旅行人 在找到吸血蠶憋之後呢 我發現無所不知的廣東人 除了佩服他們的勇氣 佩服廣東美食 無緣佛街的影響力